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无根的蝴蝶蓝的一些诱根方法 但是还是有很多花有在诱根的过程中呢 导致这个蝴蝶蓝跟进部位,发黑腐烂 然后呢,老叶消耗严重,咒说严重 蜘蛛呢,后期长出来的新叶是特别瘦小 那么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诱根过程中啊 这个成活的几个关键点 首先第一个关键就是一定要做好全面的杀菌工作 这个杀菌工作呢,就是不管是蜘蛛还是我们用的这些用具 一定要做好全面的杀菌消毒 那么杀菌消毒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乙座多菌磷 它是这个加强版的多菌磷 而且呢,它还具有类似性可以被蜘蛛所吸收 它的杀菌效果会更好 然后呢,我们在诱根的过程中呢 还要定期给它喷湿这个多菌磷杀菌 大概就是10天半个月左右啊,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温措施 蝴蝶兰呢,它是一个喜欢温暖的养护环境 如果温度过低,那么蝴蝶兰不仅无法生根 而且呢,叶片呢,也会消耗比较严重 所以呢,养护环境的温度啊,最好就是保持在20多度 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生根 然后呢,叶片呢,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第三点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湿措施 蝴蝶兰呢,对养护环境湿度要求比较高 再加上呢,如果湿度没有保证 叶片会缺水严重 然后呢,会出现这个咒说搭拉的现象 那么我一般呢,都是把它放在一个育苗箱里面 给它做好保湿措施 如果没有育苗箱,就一定要经常的给它喷洒水物来增加湿度 第四点就是养护环境是非常关键的 一定不能够把它放在强光直射的地方 要不然呢,叶片会湿水严重 而且也很容易被灼伤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一个光线明亮,通风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植株啊,掌心根,掌心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对肥的需求相对比较高一点 我们可以给它叶面喷湿一点这个蓝颗营养叶 但是浓度一定不能过高 一定要饱匪勤湿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蝴蝶兰诱根的几个成活技巧 我们下期见